但是我們要提醒同學一個事情 我們剛剛說 折皺就是延塵的彎曲 重點 延塵的彎曲 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是輕蝕的結果 這個圖片上 底下 彩色的部分 才叫做折皺 才叫做延塵的彎曲 上面綠色的部分叫做什麼 表面的起伏 它是什麼結果 輕蝕的結果 我問你這上面有幾個項邪 你不要跟我數說 老師有幾個項邪啊 那麼 有幾個項邪 這邊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錯 總共只有幾個項邪 只有這邊有一個而已 只有一個項邪 所以 這裡的重點就告訴你說 折皺叫做 延塵的彎曲 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是輕蝕的結果 是輕蝕的結果 那 所以要根據彎曲的狀況 你不要跟我指著那個陽明山 看起來凸 喔 不是要背血 中間有一個山 看起來凹 叫向血 這樣看的是錯的 是錯的 OK 要看的是延塵的彎曲 那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你如果是露在外面給我看 我當然就知道嘛 像寫被寫 像這樣 那個折皺在底下 我打江南走過 我只看到表面的起伏啊 底下的彎曲我 看不到 會不會把它切開 拔起來 看也在幫助塞塞回去啊 那 這個塞在地底下的折皺 你怎麼知道它有折皺咧 你怎麼知道它是向邪還是背邪咧 就是挖 挖 採集標本 根據採集的結果知道它有折皺 什麼結果知道它有折皺 對稱性的分布 言成有對稱性分布 表示有折皺 你看這裡 上面這個 5 4 3 4 5 有沒有 對稱 上面這個 3 4 5 6 5 4 3 有沒有 對稱 有對稱性的分布 表示有折皺 中間那個叫做走步 旁邊叫做翼步 旁邊叫做翼步 所以 如果你採集標本 看到有對稱性分布 我知道底下有折皺 那問題是 它是向起來可以 根據挖的結果 如果老言成在中間 表示它是背邪 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的數字一 數字越小 越下面越老 越大越上面 越年輕 你看這個 右邊左邊這個 五四三四五 中間越來越老 對不對 五四三四五 中間越來越老 看底下 一個什麼 背邪 所以老言成在中間是一個背邪 背邪 或者看這個圖 這邊有左邊一個背邪 三二一二三 一最老 三最年輕 我故意把它清成凹凹凸凸的樣子 是不是上面凹凸叫做向邪 他們就叫背邪 不是 那個叫做輕蝕的結果 那我去採集 雖然你現在已經看不到有背邪的樣子了 但是我知道它原來是什麼 背邪 因為它是有一 三二一二三 老言成在中間的對稱性分布 所以老言成在中間是什麼邪 背邪 那反之 西言成在中間又是什麼邪 向邪 上面你看 三四五六五四三有沒有 三四五六五四三 六最年輕六在中間 背邪在什麼邪 向邪 所以年輕的在中間就是所謂的向邪 年輕在中間就是向邪 或者這個圖 看我們左邊 好 一二三二一 我故意輕實的它凸起來 是不是因為它凸起來就變成背邪 不是 它是個向邪 因為它的標本是一二三二一 對稱性分布 然後三最年輕在中間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邪 向邪 所以折皺是嚴懲的彎曲 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是輕實的結果 你如何知道地下有一個折皺 採集岩石標本 有對稱性的分布 表示有折皺 因為它向起來背邪 然後岩層在中間的是背邪 西言在中間的是向邪 折一折就知道 考試忘記了 考試如果忘記了 很簡單 把你的考試題本拿起來 下面比較明顯 上面比較明顯 OK嗎 老的在中間背起 明顯在中間 相信 折一折就知道 考試忘記了 去把考本 折一折就好 老原神在中間背起 西言在中間 折一折就會小 折一折就知道 折一折就知道 不用太花腦筋的背就OK了 這要告訴你 有位的折皺 就是嚴懲的彎曲 要了解 如何靠近分布來知道 他是向邪還是背邪 OK